心血管堵塞吃什么药好 卓蓬展西安市第四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心血管堵塞主要是因为动脉周耀硬化引起的 所以我们主要要针对动脉周耀硬化的病因进行治疗 常用的药物有他丁类药物 就是说降血脂药物 代表性药物有阿德巴塔丁 瑞树巴塔丁 辛巴塔丁等 主要通过进行学者的控制 来延缓动脉周耀硬化的进展 另外一类药物就是抗血小巴塔药物 代表药物有阿斯匹林 洛贝格雷 蒂格瑞洛 如果心血管有严重的狭窄 我们可能需要进行联合 也就是说或者是患者进行 血管支架植入时 我们要进行联合抗血小巴药物的应用 也就是说双联抗血小巴药物 常用的有阿斯匹林联合 洛贝格雷 或者是阿斯匹林联合 除此之外来 我们同时还需要应用 贝塔受理组织剂 以及硝酸之类药物 贝塔受理组织剂的代表药物有 美托洛洛尔 比索洛尔 硝酸之类药物 我们一般选用长孝之剂 比如说单胶单身离止 缓湿片或者缓湿胶狼等药物 专家提示 一、主要是动脉周样硬化引起的 所以要针对动脉周样硬化的病因进行治疗 二、常用的药物有他听类药物 就是降血脂药物 如阿托伐他听 瑞疏伐他听等 三、主要通过进行血脂的控制 来延缓动脉周样硬化的进展 四、另外一类药物就是抗血小板的药物 如阿斯匹林、利比格雷、皮格瑞洛等 五、如果吸血管有严重的狭窄 一般选用成效制剂 如单消酸液山里止缓湿片等